现在找工作有多难 今天呢又从早上到下午找了一天的工作 还是像以往一样没有了结果 现在尤其是中年人你出去找工作 人家一下问你的年龄 你说出年龄之后人家看都不看 直接就没有了结果 像河南河北啊 作为北方人口最大的两个省会 那么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底层人民和穷人 没有钱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想着 如果找不到一个非常优秀的适合的工作 准备就去我们社会上一些底层人兜底的工作 比如说找一些保安啊保洁啊 或者是外卖啊快递员呢 那如果这样想大家可能就错了 只能说明你还没有在社会上去找工作的经验 和被社会的残酷鞭打和犀利 现在的你所认为的那些底层的工作 早已经是竞争相当的惨烈 其中不乏很多现在的应接大学生 今年呢又有一千一百万多的大学生涌入到市场当中 和我们这些中年人去抢饭碗 我们现在看这些快递员也好 这个外卖员也好 很多很多都是大学生 包括从前的四五年以前 我真的很少见到快递员当中居然还有女生 现在的快递员很多都是女性朋友 因为他们更独立 更需要和男性去竞争 自己养活自己 在河北河南这样的地方 人口现在越来越多 年轻化 找不到工作的越来越多 你想完全靠着自己的实力 靠着自己的努力 那真的很难找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作 甚至毫不客气的说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甚至认为很多工作的机会都不给你努力的机会 所以说现在到底努力还有没有用 那么对于你已经属于一个有稳定工作 稳定家庭 稳定收入的人来讲 那么努力那一定是有用的 而对于现在很多大部分人现在找不到工作 欠着各种房贷 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来讲 努力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河南河北现在 你如果是家里边没有任何的背景 没有任何的关系 想要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工作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和大家说一说 现在一个普通的底层 你能所做的工作 我们用五根手指头都可以数得过来 比如说你能送的就是做的就是外卖员 快递保安保洁 也就是这么几种 甚至就像现在很多修车的店面啊 以前都招学徒 现在学徒都没有学徒费 是吧 那有的时候吃饭 还有你自己去掏钱 说你想去做一个销售员 你又没有销售经验 而且现在的销售员 大部分已经没有了底薪了 你所有在外面一天的吃喝的费用 都是你自己拿 说我想去做一个服务员 朋友们 服务员人家都是要有体力 有能力 有精力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超过了三十岁 人家都不愿意要你 对吧 那有人说我要去沿海的这些工厂打工 大家可以找找信息 看看这三四年沿海 沿海这些城市的所谓的 这些什么拧螺丝的螺丝厂啊 加工厂啊 等一些出口厂 现在他们的日子也很难 不是在裁员就是招不到 他们招到低薪的这些工人 所以说现在这几年 为什么大家都说 行情越来越差啊 各种返乡潮 各种什么 这种倒闭潮 在我们现在找工作的路上 那简直是太现实了 很多人找了半年 一年的工作 没有任何的消息 就算是找到了一份工作 结果呢 一个月三十天 各种工作加起来 可能一个月连十天的班都上不了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不停的休息 或者是停滞状态 现在的老板都已经不再去创业了 更何况我们这些底层的 更多的这些穷人 底层人 没有社会背景 没有家庭关系的 你找工作 真的真的真的 就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闭潮 这帮well 吃吧 请 感谢观看